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华尔街预期过少 亚马逊公布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 贡献来自于亚马逊网页服务提供的云计算和储存业务 沃尔玛的网络实体店遍布美国 上周四其门店总市值为2350亿美元 与电子商务新领导者相比相差了320亿美元 亚马逊1994年作为一个在线书店 由创始人杰夫在西雅图开始运营 该公司的成功让华尔街既开心也经历了恼怒 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利润少得令人难以预测 最新的季度增长反映出了该公司利润在大部分地区的扩大 特别是营业利润在北美零售业务增长了114% 亚马逊首席财务官布莱恩表示 这时受到了亚马逊Prime配送服务和云计算服务快速增长的推动 在线零售网站一直积极寻求扩大其亚马逊Prime会员服务 一个销售日活动以及当日免费配送选项 亚马逊股价市场交易价格为560.34美元 周四涨幅为16% 随着来到了573.45美元 该股票此前达到了设定时间高峰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